大家好 主持人仲那里关心到国民党送候选人侯友宜 今天来到了赖清德的本命区台南 那么陪同在他身边的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以及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姚正玉 那么可以看到呢他们是沿街车队小街 而在路边呢其实有不少民众除了比出三号之外呢 也挥舞国旗 那么其实呢原本朱立伦12点要到另外一区 来辅选无党籍的立委候选人李全教 但是呢似乎就是避免黑金争议 又再被提起 因此呢侯友宜今天并没有到跨区陪同 那么来看一下现场最新 那可以看到呢沿路许多的民众都是热情的挥舞着国旗 那么车队呢也因此速度放慢 就是希望呢可以让侯友宜和民众有更多互动的机会 那么其实在今天呢侯友宜受访的时候再提到了 台南人并没有欠民进党 而他也提到过去赖清德在担任市长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的作为他不能认同来听下他的稍早访问 民进党暗户这些弊案的一关 不加差 算了罗牙清德在台南市 232天不需要进入议会 有到亚伯 中国热市112的也没回到半个月 今天台南人公司在外 很有地位 停人停到这样 现在大家要拯救 政党要轮抵 要拯起来 一定要大家站出来 勇敢的站出来 勇敢的南部人 包括这个南部小孩 念头上 我们大家向前站出来 拯起来 既既在亚 相担力量 侯友宜照少康 三好三好 侯友宜照少康 做的事情 让你万事OK 还有我们民主的进步 越来越强越来越好 好 侯友宜说 他其实自己就是南部 侯友宜非常关心南部 而过去呢 其实很多民进党的弊案 他一定都会勇敢的查出来 那么另外呢 其实在选前 大家关注的是 会不会喊出气科保 不过侯友宜今天呢 仍是说要集中在野的选票 并没有松口 而他也呼吁了 其实在这一次呢 今天下午的时候 其实三组候选人 都刚好在台南 那么他也希望呢 这一次在今天 来到赖金德本民区 就是希望把握机会 争取更多支持 成功地在1月13号 翻转台湾 以上是现场最新 将时间镜头 将给Pone Day主播